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让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苗培林氏土生土长的安徽凤太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乡。 他是个不得知的穷秀才,安徽兴起年军后,他以抗年为名,开始在家乡办起团练。 当年他的老乡朱元璋提出高筑强、广积梁、缓称王的政治方略,苗培林猫学虎样,提出高筑债、广积梁、先灭贼、后称王,在凤台一带大修为债, 把各个散落的村庄变成坚固的宝寨。 免军作战向来以骑兵飘忽不定为特点,习惯于长途奔袭。 苗培林已静制动,坚固的宝寨成了免军的克星,所以他的声望迅速提升,四年中就成为巨为债数千,雍中十余万的地方势力。 他又投靠了僧哥临近的爱将圣宝,两三年间升为倒台。 不过苗培林是典型的枭雄,在他那里没有所谓是非,中间,保存扩展自己的实力是他的唯一目标。 虽然他投靠了圣宝,但眼见太平军,免军势力强大,因此暗中又与免军勾结。 陈玉成进军湖北时,专门派人与他联系,告诉他太平军已经集中了五十万大军,即将在安庆城下大破乡军,约请他到时候从晚北南下共谋大业。 有将南大营一日崩溃的潜力,苗培林对陈玉成的话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他把人马向南移动,并与卢浙的太平军,晚北的免军频繁接触。 如今两路太平军都无功而返,他不能不有所收敛。 不过,他与免军的事,被老冤家孙家泰抓住了小辫子。 孙家泰是寿州一带的团恋头子,也是草莽枭雄,两人为了地盘明争暗斗,如今抓住了苗培林的小辫子,他快刀斩乱麻,把苗培林的几元手下大将杀死了。 苗培林大怒,召集了好几万人马,前来攻打孙家泰的老巢寿州。 安徽巡抚翁童书当时住在寿州,当然不能坐视城池被攻破,所以悄悄派人与苗培林讨价还价,让他不要进攻寿州。 苗培林的要求十分坚决,只有杀掉孙家泰,他才可能撤围。 并且要向朝廷担保,他是忠心耿耿的抗年团恋。 翁童书竟然答应这一要求,请出亡命期来,以善杀平叛将领的罪名,杀掉孙家泰等人,并把他们的人头送到苗培林手上。 没想到苗培林翻脸不认账,不但攻下了寿州,还把翁童书及巡抚衙门的文武大员全部扣押下来。 翁童书被逼无奈,信誓旦旦向朝廷担保,苗培林是忠心耿耿的团恋首领。 攻打寿州是为了平定孙家泰的叛乱。 这颠倒黑白的说法,令知情者不能服气,尤其是孙家泰的手下都鸣不平,把状子递到曾国藩的总督衙门,完北形势面临火并的危险。 曾国藩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都是苗培林横行步伐,居心叵测,而且手术两端,很不可靠。 翁童书作为一声巡抚,欲下无方,而且颠倒黑白,把完北弄得更加不可收拾,因此他决定参合翁童书。 说起江苏常熟人翁童书,那可是真正的望族出身。 他的父亲翁新村,汉林出身,学问很大,曾入职上书坊二十余年,道光皇帝的诸位皇子,包括咸丰皇帝以及公亲王义新,纯亲王义轩都是他的学生,最后官至体人阁大学士。 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翁童书,也是汉林出身,官至安徽巡抚。 四子翁童诀,由生元而至盐运使,立官陕西,湖北巡抚。 三子翁童书,那更是大名鼎鼎,状元出身,后担任同志,光举两代帝师, 历任户部,公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施务衙门大臣。 翁家有如此家事,在朝中人脉那真是盘根错节,轻易动摇不得。 翁童书从咸丰三年起,跟随其善办理军务,打过不少硬仗,收复了好几座城池, 因此获得支兵的名声,被授予安徽巡抚。 他任安徽巡抚时,安徽包括省城安庆在内,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失守。 他先是驻军定员,结果不久就被太平军攻克,于是逃到寿州, 如今寿州不但丢了,而且还弄出苗孙向征的混乱局面。 不过,翁童书家事显赫,不会轻易被参倒。 而曾国藩堂堂两江总督,如果上了参者却没有达到效果, 那将直接影响他的权威。 所以,这份参者让他大费脑筋,闻聊捉刀起草了几稿,他都不满意。 最后,他把这个难题交给李鸿章。 李鸿章当人不让,奋笔集书,大半个晚上就把参者起草了出来。 第二天便把参翁童书片修改腾超整齐交给曾国藩。 曾国藩一看,就连连点头。 前任安徽寻辅翁童书,咸丰八年七月间,良缘之错,退守定缘。 为时接任未久,尚可推尾。 乃注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缘成贤,文武官身,殉难深重。 该都府都其成远顿,逃往守州,实穷立处。 赴一苗佩林为生缘,屡书宝剑,养庸一缓,身民愤恨, 虽有孙家太与苗恋仇杀之事。 待苗逆为寿,则杀徐立壮。 孙家太,蒙时中以魅苗,而并未解围。 寿成即破,则何伯宠武,姓锐, 隐善听以通苗,而借此脱身。 苗佩林攻险时,杀戮甚惨,蚕食日广。 翁童书不能训捷,反局疏力,保苗逆之非盘。 团恋之有罪,军兴以来,都府尸首逃遁者, 接获重钱。 翁童书于定缘,守州两次尸首, 又酿成苗逆之祸。 其一逍遥法英卿只即将翁童书隔职拿问, 赤下王大臣九卿,回同刑部异罪, 以宿军纪而招拥戒。 臣直分锁在,利应纠参, 不敢阴翁童书之门帝顶圣瞻顾千九。 是否有荡,夫妻皇上圣见训事。 仅复片俱奏,文章开门见山, 把矛头对准翁童书, 说他丢失定缘, 造成官吏世身殉难慎重, 导致淮北局面复杂。 接下来再说丢失寿州的事, 说面对危局, 翁童书堂堂一声巡抚, 却毒气成远顿, 以失大臣之劫, 又赴一秒佩林, 养庸一患, 遇下无数, 杀人魅苗, 结果还是丢失了寿州。 然后, 再指责翁童书颠倒黑白, 说他不但遇下无方, 而且人品都有问题。 曾国藩用手指敲着桌案连连道, 妙妙妙, 最后一句真是妙不可言。 曾某人参和翁氏, 是职分所在, 完全出于公心。 你翁家不是全是冲天吗? 保你翁童书的, 不是大有人在吗? 众人能看你翁家门第鼎盛, 可我偏不会因你姓翁而瞻顾迁就, 这就把说情人的嘴巴堵上了, 朝廷就是想袒护翁氏, 也要仔细考量。 这份奏折衣裳, 一时间纷纷传抄, 大有洛阳纸柜之事。 朝廷的反应也很快, 虽然有心袒护, 但确实难有借口, 翁童书最终被判斩监后。 他的父亲翁心存颜面扫地, 又骑又急, 当年一病不起, 撒手西去。 李鸿章是这份奏稿的捉盗者, 很快为世人所知, 因此与翁家结下了不可和解的仇怨。 翁童书获罪下狱, 苗佩林不能不由所收敛, 圣宝和官军也都把他盯得死死的, 完北的局势虽然未明显好转, 但也没有崩溃, 曾国藩得以把主要精力和兵力 集中到安清上来。 陈玉成和杨甫清聚集了五六万大军, 在安清周边的同城, 书城, 淮宁等地多次发起进攻, 无奈虽然人马占优, 却只有陆师, 不像官军那样陆师, 水师, 马队互相配合, 因此打了两个月, 败多胜少。 陈玉成已没有耐心, 在外围小打小闹, 他聚集五万精锐, 进入安清东北的极限关, 沿关口, 毛岭, 十里铺扎下大营四十八座, 七月二十日开始, 树路人马猛攻曾国权的外豪, 太平军的赶死队每人背一捆稻草, 蜂拥冲向壕沟扔进稻草, 很快把一段填满, 曾国权的炮队对着密集的太平军开炮, 每发炮弹都炸死一大片, 但太平军风里一样喊叫着往前冲, 真个是前赴后继, 曾国权调来两千多条羊枪, 台枪和鸟枪密排轮放, 太平军死伤惨重, 鸡尸如山, 这样一直攻了七八天, 却仍然没有突破曾国权的豪沟, 曾国权的部队, 无论梁响还是军火, 都能得到及时补充, 而陈玉成的大军, 完全是无后方作战, 因此眼见的城强弩之末, 城内的太平军更不用说, 因为得不到外援, 以激进绝望。 7月29日, 曾国权的围城部队, 在安庆城北门外挖了一条地道, 里面填满炸药, 四更十分突然爆破, 一段城墙顷刻坍塌, 乡军趁机攻入城内, 城内太平军已经断粮, 根本没有战斗力, 一万多人被杀死, 一万多人投降。 之后, 曾国权又不放心, 令人半开营门, 每次放出数十人, 一匹匹杀死, 连续屠杀十几小时, 把一万余手无寸铁的太平军, 不分老幼, 全部残杀。 安庆内外一片血腥, 大量腐尸顺着长江漂流。 曾国权命令部队乘胜追击, 陈玉成败走马踏河, 因为大雨水涨, 被冲走烟壁不计其数, 他的精锐不重几乎丧失殆尽。